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蓋頭太好了 那臉蓋一下 來 有沒有可愛 老公有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 他就是想揍他 我就是想揍他 他人太久 他人太久 八點檔男星潘憶安 去年和老婆Vivian 登記結婚後 將在今年11月補辦喜宴 妳的婚紗那個重點是什麼 有要露哪裡 婚紗重點 就是套 套 大家會喜歡我穿那種裸紗 然後魚尾那種 就超級貼身的 除了老婆的婚紗 就連潘爸爸和岳父的西裝 潘憶安也一手包辦 我們訂婚的時候 他說你也很輕輕 然後我爸很省 對 他很省 然後連襯衫也穿我的 然後西裝西裝褲都是我的 連鞋子都是我的 然後我想說 他要我們的婚 就是想說 做一套西裝褲 不要再穿我的 因為現在自己當爸自己有 就是 也有一些感觸啦 那你以前就是想要被打的 我爸比較嚴厲啦 他對我的期望很高 他希望我就是把書念好 做個有用的人 那男生嘛 就是 那 考出來成績一看 不行 真的發展 以前就是 小時候也比較不會想 真的 我曾經有小時候 要動手打我爸 什麼時候啊 什麼時候啊 什麼時候好想 叛逆期啊 就是 我爸踹我 然後拿便當丟他 我覺得那個都是一個過渡時期 我爸對我是真的還蠻嚴厲的 但是我蠻謝謝他 因為如果沒有那個時候 他這樣子 在 規範我 在約束我 我覺得 現在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壞到哪裡去了 我很不喜歡念書 所以我就被 最後被歸到 放牛排 然後都跟一些壞學生混在一起 常常去打架 然後好像 到最後有一次是 我 打架 然後 剛好被打 對方是 一個 一個 軍官的小孩 就是 他媽媽就來了 然後我媽媽就來了 然後就講說 不然就請對方的爸爸出來處理就對了 我到 我回家的時候 我才知道事情弄 搞那麼大 然後我媽就是 跟我爸就是 去跟人家 跟人家道歉 然後人家說那 備安 我媽跟我爸就說不要備安 然後備安的話 這小朋友就一個五點這樣 然後結果 人家說好 那 這一年內 那小孩子不要出什麼事情 如果小孩子出事情的話就回我 我爸跟我媽就 那天就三個人坐在客廳 我爸板著一個臉 我覺得他應該要出手點我 但是他也沒打我 但是那天我真的就是 就眼淚都掉下來了 那我就 我從那次就好好念書 娛樂動新聞浪子回頭 報導